探索科学新知 体验生活科学 今天的发现科学专题要带来关心到 在潮湿的台湾 很多民众的家里头都会备有厨师扫帮手 像是厨师盒或是厨师包 而里面的白色小颗粒 其实是具有良好吸水性的化学物质氯化钙 透过小实验带您一块了解它的吸水原理 台湾气候潮湿 民众家里几乎都必备厨师扫物 而市面上常见的厨师盒或衣柜厨师包 刚买来的时候都是整包白色圆形颗粒 但在潮湿的台湾摆上一段时间之后 很快就会变成整盆或者是整袋 像是水状去有带点乳白色的液体 这些白色颗粒和灼灼的液体到底是什么 其中还藏了哪些科学原理 绿化钙其实它是非常非常常见 在实验室也好 或是我们的生活当中 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吸水剂 或我们讲除湿剂 它只要碰到水 它的吸水力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很方便 那基本它是没有什么毒性的 当然我们不会无故去吃它了 所以这家伙绿化钙 它所吸收的水又快速又方便又便宜 白色的颗粒其实就是化学物质 绿化钙 因为具有高吸水的特性 再加上稳定安全又便宜 因此往往被广泛利用 透过实验来看看绿化钙的吸水状况 在装了绿化钙的试管当中 将染了蓝色染剂的水滴入 没几秒钟时间就看到绿化钙开始移动分层 其实就是绿化钙已经开始吸附水分子 只加了一点点的蓝色色素的水溶液 但是我们的水却满到上面去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绿化钙正在吸水了 各位同学呢 如果你会看到 我们上面的水溶液好像颜色比较深 下面好像颜色比较浅 为什么呢 因为下面是已经吸了我们的水的绿化钙 但上面其实还没被吸的水分 继续吸水五分钟左右 试管明显分出三层 清楚呈现出绿化钙的吸水过程中的化学变化 那会抓几个水 其实会抓一到六个 吸饱的话平均的绿化钙会抓到六个水 那今天呢 我们就会变成一个合在一起的物质 我们会把它叫水合物或是晶体 所以简单来说呢 就是我们今天绿化钙会把空气中的水分给抓下来 跟自己黏在一起 它就不会在空气中的 这就是我们厨师盒比较常见的原理 试管最上面的深蓝色是还没有被绿化钙吸收 原本的染色水溶液 而中间带叠乳白色的就是已经吸饱六个水分子 而形成的绿化钙水合物或称为晶体 也就是我们平常在厨师盒中看到类似液体状的物质 至于最下面一颗一颗的 就是采吸了一个两个或四个水分子 还在继续吸水中 维持在固态的绿化钙 吸收水之后它其实是化学变化 它从绿化钙吸水变为绿化钙的晶体 所以我们看到哇那个水越来越多了 其实它自己吸进来之后 慢慢一直不断累积水量 我们以质量来讲的话 它大概可以吸收它自己质量的1到1.5倍之间 算是很不错哦 因为本身这样算吸水的话 它哇它本身一克就可以吸收1到1.5克 绿化钙吸饱之后呢 它会变成一个液态 但大家应该会发现那个液态不会蒸发 就你放在那边 它永远都还是一个液态的状态 为什么呢 因为它其实本质上不是水 是绿化钙吸了6个水之后 如果我们这里是6的话 那它今天呢会呈现一个液态 它的溶点比较低 所以它是绿化钙吸饱的状态 而不是纯水 绿化钙是柜子里 让衣物鞋子不会发霉的厨师扫帮手 从空气中抓取水分以脏低湿度 而这些吸饱水之后的绿化钙水和物 带点浑浊 而且不会蒸发 老师们建议 虽然这没有危险性 但毕竟还是化学物质 因此直接冲掉是最好也最安全的处理办法